HELLO 大家好 我是BJK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來講說 怎麼在小道列射手5裡面 單機模式跟線長模式都可以用 就是客製化你自己的個人車牌 那大家首先要先去下載一個軟體 叫做iFruit 你可以到Google Play裡面搜尋 你就進Google Play 然後搜尋iFruit 第一個就是了 然後下載安裝 然後安裝完以後 你就打開這個iFruit 那等它打開 那你第一次下載以後 它會叫你輸入你的遊戲帳號密碼 然後你就登進去吧 那進來以後你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你是要改 客製化車牌 叫左上角那個 Los Santos Custom 就是洛森都改車王 然後就進來 那進來以後 那進來以後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個人車輛 上面富蘭克里麥可 還有這個 我還有吹佛未解鎖 這三個 上面三個就是你的故事模式裡的車 那這邊下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線上模式 所有的車輛 所有的車輛 那麼你就左右移 看你要給哪一台裝上客製化車輛 那客製化車牌 那麼就點ABC車牌這裡 這邊有不同的樣式讓你選 後面的都比較貴 那麼我是選第一個 那你們的話你可能就看要選哪一個 然後錢會在遊戲裡面扣除你的錢 那選定以後 你這邊可以打字 點擊以後這邊可以打字 上面就打你自己想要的字 車牌上 那麼再到 改裝這裡 你就看你要哪一台車 比如說 先到車庫 你要選 我的 叛亂分子還沒用上我的客製化車牌 那我就點叛亂分子 然後你選好你的車牌以後 然後到改裝這裡 這邊有一個 左下角有一個訂購 然後就訂購 那他這邊會出現這個 單子 他就跟你講說 帳戶設定檔名 然後平台是PC 你的車輛 還有車牌是什麼字 那我這個車牌已經 有裝過 都是同樣的 所以才會免費 那但是你們如果是第一次裝的話 可能會收錢 然後按接收 然後這邊就會說訂單已經成功送出 那接下來你就進你的遊戲 就OK了 他會有訊息 那在遊戲裡面 你會收到簡訊 就到訊息裡面看 洛生都改車王會寄訊息給你說 到那個洛生都改車王來完成你的訂單 那你就隨便到隨便一個地方 隨便一家都可以 然後就開進去 那開進來以後 左上角就會 直接是那個 你的那個訂單 然後就按Enter 你看到你的車牌就已經改變了 再來潘樂分子前面沒有車牌 要到後面看 好 這樣就有自己的客製化車牌了 這樣就完成了 很簡單 那 這個 客製化車牌這樣 希望你們 有幫到你們啦 那今天這個 講解就到這裡囉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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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